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八节看图说故事的下一个组件 接tab的panel组件 接tab的panel组件呢,我们把它叫做选项卡组件 选项卡组件呢,就意味着哈 我们可以在一个面板上放置多个选项卡 这个选项卡的展示呢,我可以用这个计算机的属性 假设是高级系统设置 好,我打开这个系统属性 可以看到这上面有计算机名、硬件、高级系统保护远程等等 像这种布局方式,这种组件我们把它叫做选项卡 每一个选项卡,像计算机名啊、硬件啊 都是一个独立的面板 这个面板上呢,可以放其他的文本啊、按钮啊 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个页面组件 这个就是选项卡组件 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已经看到了效果 就用代码来演示一下 jtab的panel组件的一个使用 首先呢,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这样一个类上 继续完成jtab的panel的这样一个实现 这里设计的一个类呢,就是jtab的paneltest类 继承了jfrem 运行一下看一下 出来的呢,就是一个空的窗体 当然这个窗体并不是空的 它上面放置了一个jpanel的对象p 除此之外,我还初始化了另外两个jpanel对象p和p2 好,接下来我要声明一个jtab的panel对象tp 好,jtab的panel对象 当然Ctrl加1导入是在JawaX点Swing组件 Swing包之下,好,jtab的panel组件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该如何初始化jtab的panel呢? 好,打开API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 这个是jtab的panel的构造方法 它有三个 当然第一个是不带参数的 第二和第三的都带了参数 我们选择第二个 第二个构造方法 第二个构造方法的参数呢 是一个整数 意味着我要制定选项卡布局中的一种 比方说jtab的panel.top 还是jtab的panel.bottom 好,我选择jtab的panel.top 这个参数 放到这里 说明选项卡是布局到顶部的 接下来 p点 add tp 好,保存一下 运行看看效果 你会发现 在整个界面中出现了一点点东西 不对 这个组件有点小 那有点小怎么办呢? 我设置 既然tp 就是jtab的panel放在jpanel对象之上 我就设置一下 它的布局用 grade layout 整个布局是一行一列 再运行一下看看 好,看不到什么效果 实际上呢 一行一列就意味着tp tab的panel对象 是布满整个jpanel对象 但是呢 你看不到选项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选项卡的标题 所以 重新初始画一个选项卡的标题 选项卡1 以及选项卡2 好,选项卡1和选项卡2 接下来呢 tp.addtab addtab的意思哈 就是添加一个选项卡 添加选项卡 第一个参数是stringtitle 就是选项卡的标题 lams.lams0 好,就说明我用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p1 tp.addtab tab lams1 好 p2 也就是说我把p对象放到了 tab 把p1对象呢 放到了tp的第一个选项卡之上 而且标题是选项卡1 把p2对象呢 放到了tp的第二个选项卡 标题是选项卡2 接下来再看一下效果 哎,出来了两个选项卡 选项卡1和选项卡2 当然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p1上 p2上 p1和p2对象上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面板对象嘛 也是容器组件 可以放其他的组件 什么文本框啊 按钮啊 等等 好,布局 总之是可以布局 你所有想布局的页面组件对象 这个就是 jtab的panner组件 我们要熟悉的就是 每一个jtab的panner组件的对象 都意味着一个新的选项卡 容器 那么选项卡容器上呢 是可以放一个或多个选项卡组件的 那么每一个选项卡组件上 既可以放独立的页面对象 也可以放容器对象 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每一个选项卡上 都放了一个jpanner对象 jpanner对象上 又可以放其他的组件 在添加这个jpanner对象的时候呢 我同样可以添加选项卡的标题 好的 当然 这个选项卡的tp对象呢 我是放在jpanner对象之上 这个jpanner对象呢 我通过网格布局 充满整个jpanner对象之上 就是p对象之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jtab的panner的这个参数 我在初时画一个jtab的panner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 带一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这个参数呢 是整数 可以使用jtab的panner点top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我不用top 而用bottom 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 跟之前相比 bottom是代表底部 我们可以看到选项卡标题 从顶部变到了底部 好 这个就是它的构造方法 采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参数 所引发的效果 当然除这个top和bottom之外 还有left和right 意味着选项卡是放在左边 还是右边 这个就是选项卡 panner组件 这个选项卡panner组件呢 在加瓦的图形界面中 应用也非常广泛 同学们掌握了吗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